回到現場 我們趕快來追蹤一下 在過去一週 這些重要的新聞大事 到底未來還會不會 繼續干擾全球股市 好 那這個川普的痛 Bauer一直想要把它弄下來 因為太陰調了 所以說在無印景之間 FED又生息印 害整個眉骨跌下來 牙骨也深受其害 那這裡來講的話 事實上升息跟縮表來講的話 我想現在從9月份開始 就是去年9月開始 就是一直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越來越深 那這等於是 全球股市的一個資金面 我們叫做溫水煮清 慢慢收 慢慢收 事實上是對所有的股市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但是我們台灣就是比較厲害 稍微沒有受他們的影響 那我想明年度這樣的一個格局 會稍微比較慢 但是畢竟資金比較收回去了 那這種盤是怎麼看就是 它升息的時候 如果能力空出距來講的話 那才可以是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進場的一個格局 那逆勢就是降息 我們比較有經驗 降息降完之後 彈一天就開始往下跌 那它到它的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就是表示這樣的一個事件已經去除了 差不多了 所以說提供過投資人參考 那麼央行走財這個楊金龍 就是我們這裡來講的 還是有降息的一個空間 它可能看到像現在我們台灣真的不太 經濟狀況 不要很有景氣 稍微收縮一點 所以一定要認真去打拚賺錢 這樣來講的話 整體來講 這個經濟才會上來 所以說它出現一個降息降 就是沒有所謂的一個通膨 反而在一個第一 資金寬鬆的一個局面之下 對台灣整個經濟會比較好 那當然降息對壽險股是一大利多了 所以壽險國泰金跟富邦應該可以做一個比較中長期投資的這樣的一個格局 那另外來講的話 這個下禮拜我們就把它收連線 那大家看一看 那預期來講的話 應該是一個中長黑的一個線 那我們要算一算 這個報紙寫得比較誇張 46座 這個2.6兆也不見了 那事實上還是維持在台股維持在一定的一個水準 以目前整體將近30兆的一個市值來看的話 理論上還是蠻不錯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只有21兆左右 你們年輕的時候 就是說在民國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 因為那個股票沒那麼多 所以說差不多20幾兆 所以我們GPP看起來講 目前整體的台股還是在合理的一個範圍之內 那我們看下一則新聞 然後我想這座帳 未來一週可精采 下個禮拜 所以你講得出來的像統一 育龍 遠東 甚至台壽四寶 你這樣練得出來的一個集團股 這個下個禮拜來講的話 我想理論上是比較易漲航天 那做完之後就是明年的一個紅包康徑也值得期待 另外我們看下一則 剛才來賓有提到 大同 賣電鍋的 那這明年的一個方向 大家要好好去做研究 因為大同條款 修改了公司法 所以說現在的惡意併購 那我想他隨時可能會發起股東會 然後做一個董監事改選的這樣的一個格局 所以說股票真的要好好選 如果選到不好的股票 真的是很忙去處理 所以說好好要做一個不要保守 然後進可攻退格守 那你目前整體還是推薦黨生計的一個股票 就4130的一個建亞 那建亞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圖 下面帶一個外資的一個格局 那事實上他們已經 這個外資 你看連續一個多月來 已經開始在偷偷賣買這樣的一個 生計的一個好股票 那我們看他這裡做了一個漂亮的雙底 那所以說回跌來講 為什麼他股價會撐在這邊 因為他這裡就是雙底構成的一個弧度 那等到行情比較好的時候 生計股有領頭癢的時候 自然在一個做出一個很漂亮的微笑曲線 就繼續往上攻 那以建亞來講的話 因為他從12月開始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機 因為他有一個紅邦性囊腸 這得到這個病都是壓力太大了 或免疫系統出現問題 會攻擊你的一個器官 那這樣的一個男生得到這個病不用當兵 因為他這個是算是一個比較重大的一個疾病 那他獲得這個衛福部的一個取得藥針 那這裡來講就可以在各大醫院去賣 那這裡是一個健保給付 這個我們全民健保 這是大家的福利 所以12月份開始貢獻營收 12月份開始出藥 可能這個下半個月 所以12月份還不太會看得出來 但明年每年可能會增加1000萬左右 那一年就是1億多 所以說明年的營收可能成長三成以上 所以說明年它屬於一個高成長的一個 潛力的黑馬的一個生計股 那另外來講的話 它還打大陸市場 那打這都是大陸比較重要的一個藥 像精神病的 心血管病的 還有所謂的高血脂病的這樣的格局 而且常在日本也有做佈局 那雖然今年獲利不太好 就是0.58 但是它11月份營收開始在已經跳起來了 那自有資本益 這負債比很少只有9% 那流動比這個殘債的一個能力也很強 那明年照這樣的估計來講 它的營收跟獲利最少有三成起跳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週K線圖好了 事實上它的一個股票 因為今年的生計股都不太好 那這裡跌在ABC跌完之後 理論上也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一個反彈 好 所以這樣選股的這個方法跟條件 都已經交給投資朋友了 不僅給您魚吃 還教您釣魚的方法 這就是我們股市週報的初衷 每個禮拜天晚上8點到9點 非凡故事週報 教您掌握明天開盤的重點 感謝柯瑟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